那么来看到一个关于特斯拉的一个 Yahoo Finance的报告 Yahoo Finance给出它的评级是跌 这里啊 那这个它是从图形来看的 它是从图形 说破了这个口呢 就往下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它几个意思 虽然敢说我们特斯拉跌 是不是不想活了呢 来 看到这个它是从一个图形来讲 它就是说它是已经形成一个双尖顶啊 到这里突破不上去 它就要过了 这里就要下来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个 从图表中来看 那它的这个具体意思是这个位置啊 这一段行程 大家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关掉啊 上来下去上来触发了这个点啊 它这个点呢就这个位置 它得认为这个位置呢 它没有上去 三个点了 三个顶点了啊 它没有上去 它就触发了这个点 那么它呢就会自动的下来 而且呢也是符合这个走势的 而且今天也是啊 这个它已经是把那个把它列入标普500的这个已经是纳入进去了的 它是17号发布的 17号已经是纳入纳入了标普500这个信息消息已经price in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别的这个提示啊 我也没看过啊 我跟大家一起看的啊 这就不存在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啊 哔哩哔哩 我会一会再给大家说哔哩哔哩 让我预期一下 看一下这个realfu report啊 你看 4号就有一个是说它跌 那个时候还没有的这个 还没有这个 它进去标普500的这个信息 4号有一个说它跌 这个就说natural啊 不会跌 那这个又说跌 就最后这三分报告呢 2比1啊 有一个说它涨 但其他呢 都说它跌啊 那是不是代表其他的这个传统厂商 我看它跌的人也不少啊 最后几个只有一个是看natural 其他都是看跌 那这个我个人的分析吧 我觉得这个传统的汽车厂商 包括GM汉马 还有中国等等NIO 还有这个利 这一些呢 已经是进场了 会不会这些电车以后 把这个toyota 还有奔驰宝马等等 这些汽车厂商踢出局呢 确实不好说 这个趋势已经来了 势比人强 但是呢 真正的势还没有来 什么叫真正的势头呢 就这一边 美国这边的 你在路上还有看到量 几辆电动车 没有吧 对吧 没有几辆电动车 对吧 这个我不能给大家读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不合法 我这样把它公布出来 我这个会员是我买的而已啊 那整的趋势 美国的趋势还没有到之前 就不是满大街都是什么比亚迪啊 蔚来啊 小鹏 EV啊 国内就是满大街都是电动车 美国特斯拉呢 Model Y也不是特别多 等美国出现了第二辆或者第三个牌子 不单只是特斯拉这一种电车的时候呢 那么就好玩了 那这个时代就开始来临了 我是这样愿为的 但是单从这里来讲的话 你特斯拉还是一个独角兽 目前还是一个独角兽 必须是GM啊 GM或者是最传统的这个Toyota啊 这个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同学是在这些汽车厂商里面工作的 是看哪个传统的美国的传统厂商 或者日本的传统厂商 在美国这边开出了一辆电动车出来 不然的话 我认为特斯拉还是偏涨去多一点点 开不出来 就特斯拉还是一家独大 对不对 我认为是这样啊 这个新这个 这个分析报告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